为什么火力对决不能加分呢 在创意工坊中有的模式能加分 比如超低对抗 极限追猎等等 而火力对决就属于不能加分的模式 为什么会这样呢 背后有两个原因 一 火力对决平衡性太差 火力对决和经典模式的区别在哪里呢 其实就是加入了超多的重武器 火箭筒 榴弹发射器 重机枪 各种火力载具 无人机等等 这些每一个拿出来都是影响平衡的存在 而且他们对常规武器就是降维打击 你们队抢到一辆武装直升机 在面对陆地上人的时候就有着天然的优势 天上打地下的人非常简单 地下打天上的人非常困难 有好武器 好载具就能拿到更好的名次 击杀更多的人 加更多的分 所以火力对决的平衡性太差 如果能加分的话对玩家会非常不公平 二 火力对决只是纯娱乐 火力对决当初上天的时候 就是为了给玩家娱乐用的 并不是给玩家多一个上分渠道 因为里面的东西确实没有太多的平衡考虑 武器道具都没有做相应的改动 所以把它单纯当做一个娱乐玩法还是不错的 小伙伴们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好啦 我们下期见